工作人員在商務外仔細確定入住的人數 以及床位的情況 因為從四月開始 如果有向血管處申請入住商務 最後沒有入住 又不取消的人將會被停權 血管處說像是親密連假 十座商務503個床位的使用率 大概只有五成 其中不少是因為受到疫情 影響而臨時取消 這個可以理解 但像三月明明就有申請入住 結果沒來住又不取消情況 有將近三成 引起了不少的山友抱怨 尤其這種放鴿子的情況 在櫻花際會更明顯 使用很多的床位出來 水管處強調 未來如果申請的不入住 又不在限定的五天內取消的人 第一次是停權半年 第二次停權的時間會增加 有可能到一年 甚至是兩年內都不准申請 呼籲大家商務資源有限 千萬不要浪費 歡迎收看 梁仲晨峰 吳少奇 苗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